這個回答的問題是如何全方開口 向陌生人 如果向熟悉的人就不同 因為熟悉的人可以用我們傾開的東西入口 如果不熟悉的人 我自己就覺得派單章是最好的 但要設計我們自己 適合我們的單章 因為我來說 我時常都會講到神可以經歷 所以如果我寫單章 就會有 神可以經歷 祂是會醫治 安慰 醫治失眠 我做這樣的圖畫 那個單章內容反而我不是很詳細 反而是一些公仔 其實可以一張單章 因為自己有幾個公仔 這些問題耶穌都可以幫 然後就去跟祂聊 您好啊 關心的話 你今天好嗎 或者你見到祂坐在公園裡 你也很有行程日子來坐在公園 有時候我會直接說 有時候我會站在街邊說 真是有個真神可以立即幫助我們 有時候會這樣發生 因此很多人都願意接受我 安守敬禱 我會說神可以經歷 跟祂談了一段時間 然後我就說祂祈禱 如果是一些我們都認識的人 有時候我就會用這個問題 另一個對於陌生人都可以的 你有沒有想過有沒有神 這個就會尊重祂的想法 譬如說我想過 結論是什麼呢 譬如說我沒有了想法 譬如說我不知道 我們就跟隨那邊繼續看 如果有些人會有一些交往的 有些已經有一些交往 譬如你知道祂現在很煩 這個就很容易了 因為你就會感受 祂的感受 我知道祂現在很煩很不開心 很有信心 當你這樣說 祂會有反應 可能祂會哭 可能祂會默默頭 或者祂… 你知道祂覺得是 那時候我們就聽祂說 總之如果那個人是熟悉的 就先聽祂說 讓祂說一輪先 他已經說了 說了他的情況 然後就可以分享 或者我自己經歷過 或者又經歷過這段困難 而我們祈禱又經歷到神很大的安慰 這就是一個根據祂的需要 無論他的需要是什麼 甚至有些人 我們知道他單身 因為單身很不開心 我們都可以跟他聊 我們都可以說到 我們都可以說到 如果祂有講這個話題 我們都… 如果祂說了什麼話題 我們就跟祂聊 但如果我們知道 有個人這樣的情況 我們都會說 是的 因為你虧人生 我們都不知道 都會很不肯定 但是… 這個世界真的有個神 祂真的知道 在我們心裡有奇妙計劃 當然如果說到結婚 我們現在會說神可能安排 有些人是有配合 有些人是單身 但是神也會祝福的 例如打球的人 或者其他人 我們都會用 你有沒有想過有神 另外一個好的方法 現在我有就是什麼呢 因為我有很多這些影片的連結 我全部都可以電郵 因為它要打出來 打出來就要時間 而且那些英文 有一樣東西就不太好 因為細草L 和大草I 是一樣的 1不同 有一點點O 所以我要把連結 要打出來 然後看看 對不對 試一試才行 我因為有很多這些連結 有醫治 又有廣邪靈 又有不同的 這些都是一個 你可以用來傳給別人 告訴他們 耶穌很真的 傳給朋友 另外的方法 就是用Youtube 在Youtube裡面 去分享一些東西 然後等人們回應你 我來講 都有很多 真的 有時候一個星期幾個 有時候一個 有時候幾個 但是呢 通常都不超過兩個星期 都總有一個找我 就是在Youtube那裡 回應我 都頗多的 這個都是一個 一個很好的方法 在Youtube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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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Youtube裡面